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我们是已经把一个页面当中所有的电影的详情页面已经拿到的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来把这些代码来把它给优化一下 怎么优化呢 其实这一部分代码的话它都是用来去获取什么呢 都是用来去获取一个页面当中所有的详情页 对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将这部分把它给重构一下 那么我们这地方把它给剪掉 然后定一个好 定一个函数叫做什么呢 叫做get get的那个detail urs啊 获取详情页面的UR对吧 好 那么这地方的话需要传递一个URL进来 就是说以后你再调用这个行数的时候 我需要让你传个URL进来 好 那么这的话我们UR就不要写死的 就不要写死的 然后我们Heads这个东西 因为后期我们还要去请求详情页面 也需要使用到Heads 所以我们这个的话就把Heads 把它给定义成一个全局边点 好吧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把它给解掉 然后来到外面来 一般我们长那个什么呢 全局边点我们会把它给习惯性的定义为那个什么呢 大型的形式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叫做Heads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可能加C 这个地方可能加V 放到这里来 好吧 放到这里来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详情页面的这个行数就现在是已经定义好了 好 定义好了 定义好了以后 这个地方我们就 我们就先把它给存到一个列表当中 然后再返回给那个 返回点给这个行数的定义那个调用者 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叫做 这样吧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拿到的这个Detail DetailUils的话是没有那个域名的 对不对 拿到的是没有域名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调用那个什么呢 可以调那个Map行数啊 那个Map行数 Map行数的话就可以将 就相对是什么呢 他会将这个行将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都去做一件同样的事情 好吧 都去做一件同样的事情啊 那么我们这边写个Map啊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写个Lam的表达是啊 M BDA 那么的 然后是他会传一个直进来啊 比如说传个X进来啊 传个URL进来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要将这个什么呢 主域名 主域名再加上啊 主域名再加上这个UR对吧 好 这个地方再更上一个什么呢 详情页面的这个UR啊 再更上详情页面的这个UR的列表啊 那么你执行完这个以后啊 执行完这个以后 他就会将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项都去执行这个行数 注意这个的话是一个Lam的表达是 是我们相当是我们Pyce当中的一个匿名行数 据说没有名字的一个这样的行数啊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代表的话就像等价什么呢 等价于这个地方等价于这个东西啊 写个函数对吧叫做什么呢 叫做随便给个名字啊 叫做ABC啊 然后的话啊 这个地方UR啊 这个地方写了一个UR的话 代表是这个地方传了一个参数进来啊 然后这个地方写个帽号啊 接下来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在啊 下面的话就是这个代码的话啊 就像是什么可能叫C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个代码的话啊 这个代码就相当是等价于这个代码 明白是吧啊 这个只不过他 只不过那个Lam的表达是啊 它是没有名字的 就这个函数啊 是没有名字啊 而我们上面写好的这个行事的话 是一个名字就是ABC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他会传个UR进来 并且会将你这个里面写的这个纸 把它给反过回去啊 把它给反过回去 那么的话 他就会将这个列表当中啊 就是下面这行代码啊 下面这行代码 等价于什么呢 我们这里跟大家走一下啊 下面这行代码等价于for 首先的话我detail UR啊 因什么呢 detail UR死对吧 然后的话每个detail UR 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base 等于那个abc啊 等于这个上面这个行数abc 然后把这个detail扔进去啊 扔进去 然后的话再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detailur死下面的 这一项啊 这一项就是当前这一项 呃 当前比如说下 当前这个下标啊 当前这个下标 就是那个比如说啊 index是等于这个0 对吧 好 那么地方就是 呃 index啊 index 让他等于什么呢 detailur啊 然后的话 detail index啊 加等于1啊 就是下面这一行代码啊 等价于上面这几行代码 上面这几行代码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懂吧 就是首先这个地方定义好一个行数 对吧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啊 我再定义好一个下标 就是翻面以后我去 我去获取那个值的吧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 我再从这个详情页面当中啊 遍你所有的那个啊 详情的UR当中 遍你所有的详情的UR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 我再去将这个详情的UR 传递啊 掉下这个abc这个函数 掉下这个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话 他反过只是将这个base 断绵加上这个UR 然后的话等加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么接下的话 他再将这个东西啊 把他的这个将这个 将这个啊 这个经过 经过这个加勾后的这个UR 再把它给重新设置为 这个之前的那个位置 那个UR啊 然后再给他进加一 这样去走啊 就将这个列表当中 所有的每一项啊 都去执行下这个函数 明白是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 就先把这个把它给上掉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 details detail detail us啊 等加一等于这个什么 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再返回这个detail us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到 这个页 一个页面当中 一个页面当中 所有的那个啊 详细页面的UR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下面再来定一个好 再来定一个函数 叫做什么呢 spider吧 dfsbid 然后的话 这里面 去写那个代码啊 那么下面的话 我们要去 直接那个代码的话 我们就直接 直接这个spider 函数就可以了 明白是吧 这样写起来 以后你就会更加简洁些了 就会更加简洁些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讲过的吧 就是我们现在获取这个页面的话 我们只获取前面7页 那么总共是有167页 我们这里的话 就不去获取那么多了 我们就只获取前面7页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构建7个啊 7个页啊 7个UR啊 对 那么我们这边啊 就是UR等于这个什么 等于这个东西啊 等于这个啊 拿过来啊 拿到这边来啊 然后这个到底是第几页 这个东西是不固定的 对 说的话 那么我们这边先给个啊 这个花挂啊 给个这个花挂以后 就是说这个地方先占了个坑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再去啊 创建7页的一个这样的啊 UR对吧 那么我我也很简单啊 我就直接走一个for循环 便利一下 好吧 好 那么就for x应什么呢 range啊 range的话是让它从1到8 为什么要从1到8呢 因为第7位 因为最后这一个的话 它只会到前面的这一 只会到你指定的第8位的前一位 那么的话就只会到7位啊 这个range还是的话 它就想相对产生的什么呢 产生的1到7的一个这样的数字列表 不得产生的123到7 对吧 到7啊 一个到7的一个这样列表啊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变力一个这样的列表 变力完这个列表以后啊 这地方给它取名 叫做baseUR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构建一下 一个正完整的URL 好吧 那么就要给那个什么呢 base.URL.format啊 f1format 然后的话把这个s给进去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得到 这个真正的那个URL了 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完 是这个URL好吧 我们加锁子 我们加了一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获取到了啊 从1到7页的一个这样的列表 页了 对 我们点一下看一下啊 是不是这个第一页 然后的话 这个是那个第7页啊 这个是第7页 对 这个是第7啊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是已经将那个啊 7个页面的那个玩URL已经把它给构建好了啊 构建好了以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URL啊啊 把这个URL的话传给另外一个函数啊 在另外一个函数当中再去解析那个详情页面 好吧 那么我们这地方定义好一个函数叫做什么呢 不是 gat 呃 哦 叫做解析吗 pia s pass de tl啊 解析那个详情页面啊 解析那个解析那个详情页面啊 配置吧 把这个的话就给个URL进来啊 那么这个我们暂时进不写啊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去解析一下对吧 解析一下啊 解析然后把这个URL给进去啊 把这个URL给进去好吧 好那么的话我们这个地方解你解析完这个详情页面以后 你就要返回一个你就要返回一个电影信息给我 那么这个地方我就用一个movie把它给装把它给反指向下 把它给指向下啊 呃 就说你我把这个详情的这个URL给你以后啊 那么你在这个函数当中的话你就要把这个详情页面当中 这些所有的电影信息给我解析出来 然后的话啊把它给装到一个字顶当中再把它给反录回去 这样的话我在这个里面我就可以拿到这个电影了 对对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解析这个详情页面了 好吧就是去解析这个详情页面啊 好那么解析这个详情页面的话 我们下几个来再来跟大家讲解啊 这几个的话大家就先把这个啊代码自己去把它给优化一下 然后的话自己去体会一下 包括这个map这个东西的话可能大家啊理解起来可能有点困难啊 这个大家好啊 按照我刚刚讲的那种方式去理解一下好吧 其实非常简单 他就是将这个列表当中每一个URL啊都扔给这个什么呢 都扔给这个都扔给这个函数去执行一下 然后的话再将这个走呃再将这个什么呢 呃我再将再呃呃再将这个整个修改后的那个东西组装成一个列表 然后的话返回回去 说的话我们这地方用这个东西来再把它给返回去 明白吗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地方啊 感谢大家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